如果把吴奇隆和胡歌放在一块 您会联想到什么 帅哥 演员 这些的确是他们的公众形象 不过现在他们又多了一个新的共同点 那就是出品人 这几年很多的明星自己开办工作室 自己当老板来投资电影和电视 比如说吴奇隆投资的新白发魔女传 黄小明的电影《匹夫》 就连范冰冰 范爷去年也是投资了新少林寺 还有正在湖南卫视热播的周播剧《轩原剑》 那是由胡歌出品的 昨天胡歌再次带着轩原剑的剧组来到了长沙 颜色挺搭的 你是说麦吗 我觉得那不是百搭吗 这是为了那个轩原剑第几次来长沙 无数次 我很多明星说必须要吃到我们才吃的那个合法 榴莲 有一个什么榴莲 榴莲酥还是榴莲布丁还是 榴莲斑筋 榴莲斑筋 没有就是印象特别深刻 吃完以后就没人踩我了 这是胡歌在《轩原剑之天之恒》的播出版权 被湖南卫视买下后 第N次来到长沙为自己投资的电视剧做宣传 今年7月 《轩原剑之天之恒》被定在湖南卫视第一周播剧场播出 然而就在上岛前 网上传出进播的消息 自己出现又出力拍的电视剧要被进播 胡歌听到这个消息是什么反应呢 我也听说了 然后呢 然后就顺利解决了 确实是有什么事是吧 反正我们只看结果吧 结果是好的 能顺利播出 你当时有没有忐忑 就听到说这样的消息 可能我的心态比较好吧 就是所有的负面的事对我来说 都能够很坦然地去面对 所以不管说是事先预想到的 还是说是突发的 对我来说都波澜不惊吧 金魔传言最后以轩元件如期上档收尾 大量的前期宣传以及明星效益 使得这部剧在收视上超过同档的其他电视剧 在周部剧并未普及的国内市场 自降片酬用以投资该剧的胡歌 像是在进行一场赌博 好在他用轩元件赌赢了 当然目前的成绩已经让大家很满意了 可是如果说真的是和预想的比起来 可能我预想的会更好一些 你有多好 你预想的有多好 太好了 太好了 如果说比较的话 如果说拿之前先三或者先一来比较的话 我可能本来预期会有所突破吧 什么突破 各方面 收视啊 口碑啊 影响各方面 胡歌说 整个轩元件拍下来 他最大的感触是当一名好的出品人实在不容易 当演员 只要把自己的戏演好就行 而当出品人 要管的事太多了 大到拍摄资金 小到换一个电灯泡都要顾问 我在剧组像一个保姆和管家 然后呢 就是我会觉得我这一次拍戏呢 整个过程呢 就特别事儿嘛 就是不拍戏的时候呢 就是这儿看看那儿看看 就是轨道要是坏了呀 或者哪个灯不亮了呀 包括哪个电风扇不转了呀 我都要去都要去 维修一下 要不就维修 要不就是马上就是打电话回去说 要什么要换啊 什么什么的 当然 做出品人也不全是出钱出力 也拥有很多权利 比如选择演员 这次轩人见的几位主演 都是直接或间接由胡歌挑选的 胡老板在培养新人方面 似乎更有大将风范 比方说唐嫣 唐嫣这一次 是我推荐的 因为在选角色的时候 我正好在跟他演那个高手如龄嘛 在一个剧组 我是觉得宁柯这个角色 对他来说是一次很大的挑战 和他以往演的角色都不太一样 然后呢 还有就是 小雪 小雪呢 我们是 真的是找了 看了好多好多人 最后就是定了古丽那扎 因为要找一个 不是人间烟火的一个女王后人 真的非常难 那其实我们当时也是想 就是能够再找一个 像当年刘亦菲这样的一个角色 但是真的太难了 就真的像海底唠针一样 我觉得这俩美女都是配你自个儿的 发现了吗 就是你跟她们最有感情戏啊 这是剧本上写的 对吧 我只是 对我是按照剧本 一切是为了为了剧本 为了配合宣言剑的宣传 胡歌把微博当成了自己的阵地 这里过去是他展现财情 文采飞扬的地方 而现在 胡歌会在每周的播出前 有意的在微博上和其他演员们斗嘴 会耍宝和自嘲 从演员到出品人 胡老板的微博也在悄然发生变化 最近可能也是一些要求和所谓的配合吧 那就是微博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私人的地盘了 它也是一个工具和平台 这个你觉得做的有意思吗 其实仔细看的话还是能够看出来的 有时候我会放一个表情 那就说明是工作需要发的 在出场投资人的滋味后 胡歌打算暂时做回一个安分守己的演员 因为追求完美的他有些难以平衡艺术和商业之间的比重 楚炳然对于他来说是个有些纠结的角色 首先你投一部戏 你当然是为了赚钱 你要有盈利 那么你从商业的角度来说 你是要降低成本 要把利益最大化 可是你作为一个从艺的人员 你当然要希望他的这个电视剧 这个作品有艺术性有观赏性 那么你知道质量高的话 肯定这个在预算上在成本上肯定要增加 所以这本身就是一件很矛盾的事情 这次给自己出品人的身份打多少分 61分 那几个 已经过了几个线了 那也是多一分浪费啊 干嘛是61了 不浪费不浪费 因为我还身兼演员嘛 所以得多一分 你演员就一分啊 不不不 如果是作为出品人的话 我还身兼了别的工作 所以可以多一分 一个暑假的守候 熬过了一个又一个漫长的周一到周五 电视剧轩缘剑那似乎才是粉丝们周末要约会的一个对象啊 那本周呢 轩缘剑就要大结局了 而接档的剧呢 也已经确定了 那就是由吴七龙出品的新白发魔女传 早在2003年的时候呢 年少出道的吴七龙 其实就成立了自己的一个影视制作公司 而且呢还陆陆续续投资了几部大大小小的影视剧 七年之后重新拍武侠剧 而且翻拍的那还是武侠剧的经典之作 白发魔女 那吴七龙啊 他不管是在戏里还是戏外 那都是格外的卖力 在新白发魔女传剧组中 吴七龙一人身兼树职 除了演好戏 伺候好其他演员之外 他还是武术指导 加武术陪练 除此之外 吴七龙还担当剧组里的卖萌任务 其实最萌的人是他 在生活中 你别看他每次特别酷的样子 其实他最会卖萌的 不是一般不是都说你比较萌吗 那你俩相比的话 我觉得他比我萌 虽然新白发魔女传还没有上档 但前期的宣传已经开始 老板兼主演吴七龙 首当其冲来到长沙 为新剧做宣传 只要一休息 他手里就一定是咖啡不离手 除了我正常的拍摄工作之外 其他会有一些时间是 就可能睡觉时间会拿去录音 睡觉时间拿去拍东西 那或者是在路程上赶 那所以 这一个礼拜吧 大概这五天睡 睡觉时间大概就 十一二个小时最多了 新白发魔女传 今年四月底开拍 从拍摄到播出不到五个月 吴七龙的压力可想而知 当见到同样身为出品人的胡歌时 吴七龙立马开始交流经验 公司发展的真的很好 我看到你都不激 七龙那个感觉好像是要想把人 让经纪人挖回去是不是 没有 没有我们经常会开玩笑 就是说 一个公司它的发展好不好 其实就看它的经纪人的身材怎么样 它们越来越圆润 表示这个公司是往正向的在发展 与次追加投资力求完美的新白发魔女传 也将试水周波旭市场 这不是吴七龙第一次投资电视剧 他是在打一场有准备的仗 其实不是说我今天决定要做这个戏 我就做了 其实做幕后工作 我已经做了大概六七年的时间 你只是慢慢慢慢累积不同的资源 跟去把很多你必须要用得到的一些资源 都先收集完做好了之后 才能够一步步做的 那可能因为以前我们确实累积了不少的资源 我已经做了